近两天,火箭关于交易,安德森的热度突然提高,在敲定和安东尼的加盟之后,火箭总经理莫雷终于有精力开始处理安德森的合同了。 小编为大家汇总了关于安德森的三大交易留言并进行分析,目前看来老鹰与火箭的交易已经是最接近达成的。 方案一,老鹰筹码,贝兹莫尔·黄安德森加首轮签加潜力,新秀老鹰与火箭的交易可能性是火箭记者凯琳一头在7月31日最先在推特上披露的,目前这笔交易很可能接近达成。 因为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,老鹰和火箭双方将安德森和贝兹莫尔的交易主体已经没有什么分歧,但老鹰还想要一个2019年的首轮签和一个潜力新秀。 火箭想他是奥鲁阿库,但是老鹰对奥鲁阿库并不感兴趣,后来火箭将他交易到了独行侠,除了奥鲁阿库之外,火箭只剩下梅尔顿,周琪还有哈尔腾施太阴,这三个潜力新人了。 难道老鹰看上了周期大魔王,贝兹莫尔的合同年线和安德森相同,合同年线安德森只比他多200万美元,不过明年夏天贝兹莫尔是前缘选项。 老鹰真正在乎的是火箭的选秀权,他们很可能效仿和雷霆的交易,从火箭得到一个受保护的首轮签,如果顺言,则变为两个二轮签。 这样老鹰今年在两笔交易中,就能获得两个首轮签或者四个次轮签,堪称一夜暴富,所以火箭和老鹰的交易分析不大,双方就差细节的谈判了。 方案二、三、热火筹码,坏泰勒约翰逊还是詹姆斯·约翰逊? 按照记者扎克·罗维的说法,火箭可能会和泰勒约翰逊完成交易,但是泰勒约翰逊的合同和安德森一样都是独样合同。 2016年夏天,泰勒约翰逊和热火签下了一份四年五千万美元的协议,但是这份合同的年薪并不是平均分配的。 蓝绿效仿的当时莫雷对林书豪的合同,将两年将泰勒的年薪设定为580万美元,后两年的年薪却高达1925万美元,对于一个场均11.7分,身高只有1.93米。 防守又很一般的后卫来说,这个合同性价比太差了,然而火箭并一个目标詹姆斯·约翰逊在2017年夏天签下的四年六千万合同就合力很多。 他身高2.06米,能打345号位三个位置,是为数不多能和詹姆斯一对一的男人。 约翰逊场均得到10.8分4.9篮板和38助攻,篮板,防守,全球样样都会,堪称穷人板追孟格林。 而且这个约翰逊,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暴脾气,防暗4,骑士充满,JR单换安德森,虽然JR是负资产,但相比起安德森,他在对阵容势的时候,还能作为轮换上场。 不过对于火箭的作用来说,就非常一般了,上个赛季,JR代表骑士出战80场比赛,场均可以获得8.3分2.9篮板和1.8助攻。 安德森是态度积极,他想防防不住,JR是能防住,但他,度不积极,32岁的生涯已经进入末期。 在我看来,安德森单换JR的意义并不大,按照交易价值排序,火箭的首选方案排序应该是,詹姆斯约翰逊,贝斯莫尔,拍了约翰逊和JR,不知道各位球迷们怎么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